咖啡飙汁又来到了一年一度的陆家嘴 不要问我为什么闭着眼 因为这个太阳太大了 我眼睛睁不开 一年一度的陆家嘴咖啡节 今天我带大家去感受一下有什么好玩的 Let's go 因为今年陆家嘴咖啡节限流 所以说还是稍微有点严的 要出示一下行程 这里看行程吗 里面看健康吗 我到这边之后 我没有先去喝咖啡 或者什么 我就先在周边 就先每家每户都先溜了一遍 我就觉得今年意思大了好多 这个的话它直接抬一下自动就起来了 这个都蛮方便的 今天还没有喝咖啡 第一杯咖啡真的 我本来平时早上也会喝杯咖啡 但是今天要咖啡节 所以说早上就没喝 但现在可以喝很多杯咖啡 前几天还测评了Nespresso的Virtual的新的胶囊机 没想到这么快就又遇上了 在他们的展台喝到了咖啡节的第一杯咖啡 接下来又干又饿的咖啡节就开始了 喝个命歌做了贺难尾的跑跳 通常想会会整轴的时候 就是命歌阻了 来唱一下 莫里环的味可重 可求命仙 我感觉这杯合作有点像特调的差 你知道吧 莫里环差 因为本来用了一种S 有了一个喜达莫 它就有一些比如差关 然后PK也跑一趟 它整体是很勤的 它响起很好 对了 席尔宫丁的这款特调短图 是我喝到印象极深刻的一款 强烈的茉莉花的香气在嘴里边 喝咖啡的尾韵非常惊艳 大家一定要给郑州的席尔宫丁点赞 这边两个展位 你看 一个卖奶瓶咖啡的 一个卖茅台冰激凌的 去尝试一下 这个挺漂亮的嘛 对吧 你看这是陆家嘴的这个楼 然后上面做了一个杯子 对吧 我帮你贴个贴纸 可以 在这个上面 怎么这么倒 看这条老师我紧张 喝一喝 哇 这就是一个很浓郁的dirty 这个是什么咖啡豆 七号豆 Bruso七号豆 哦 七号咖啡豆 哎 看到这个小奶瓶了之后 就瞬间有一种想要这个 造孩子的感觉 是吧 对吧 你去这个造个孩子 然后哎 搞个小奶瓶给它背着是吧 这边看一下这个茅台冰激凌 这个68有点贵啊 飞天茅台 有点贵有点贵 飞天茅台 飞天茅台 那如果要是用飞天茅台的话 你觉得68块钱贵不贵一杯 哎呦 牛老师 哎呦 哎呦 你还给钱啊 那不能白瓢不能白瓢 哎呦 差不多了差不多了 差不多了 多了超标了 多多一点 尝一下尝一下 尝一下尝一下 哇 我跟你说拿的肉 闻着就感觉很醇厚 是吧 虽然说这应该是我第一次喝茅台 我从来没有喝茅台 好不好 那观众老爷们 先给你们说了 哇 闻到那个香气了没 闻到那个酒的清香了没 隔着屏幕应该能闻得到的吧 我尝一下啊 我去好爽啊 酒味一点都不同 它很清香的那种 清甜带点那个酒香的那种粮食的味道 真的太了了 这个 研发这个冰淇淋老太姐都喝了两瓶 这个研发成本有点高啊 说来也挺有意思啊 人生中的第一次茅台体验 竟然是这个茅台冰淇淋 都说茅台好 茅台好 真的尝到了之后 你才知道它的妙 那旁边的不露多站台的奶瓶咖啡 有没有让你有了念头造宝宝 仿佛看到了满屏的不要不要 现在我后边是星巴克的展台 他们今年应该是第一年参加 因为我之前前几年都没有见到过 前段时间我看到星巴克工坊的伙伴们 他们做了一个云南咖啡的夜聊的直播 他们在讲云南咖啡 我觉得讲的就很有意义很深入 刚好到他们的展台 我们去看一看有没有什么好玩的好不好 那星巴克的展台进来后 首先就看到了星巴克甄选的logo 那如果你在身边的门店看到星星-r的这个标志 就代表这是一家星巴克的甄选门店 那星巴克甄选咖啡豆的评判标准非常严格 那我们去年拜访过的云南宝山的庄园的咖啡豆 他们的咖啡豆采摘啊以及处理的品质都非常高 才被评选上了星巴克的甄选豆 那虽然现在市场上有很多阿拉比卡咖啡豆 但这只是咖啡豆的一个大品类 并不是所有的阿拉比卡豆都能评为星巴克的甄选豆 当场体验了他们的游戏 我抽到了关于云南咖啡的题目 那我前段时间我看了星巴克咖啡夜聊的直播 那场直播我从头看到位真的是非常棒 那星巴克在云南产地建立了种植者知识中心 那他们用9年的时间帮助当地的咖农 提升了咖啡的品质 那为了种植好咖啡不仅呢有咖农的辛勤劳动 还有农艺式的用心指导 这边有一个互动游戏体验区啊 这边呢有这个卡片 拿到这个卡片了之后就可以来打题 我问一下就是像这种的话 我答对了之后喝一抽奖是吧 第一题的话是天佐之盒庄严咖啡豆 现场的两道题答对后 我还拿到了一个小奖品 那我还尝试了他们用云南的甄选豆做的三个 三款特调咖啡 小哥这个你们说这个用的冷脆对吧 对冷脆 云南冷脆 它是最20个小时 哦这个是洪峰庄严的那个 这个喝起来更醇厚一些 然后这个呢是那个天佐的那个庄严做的 相对会更清爽 那星巴克整个展台围绕云南咖啡很行这个主题 把甄选云南咖啡的故事展示给了大家 也一下子让我想到了他们咖啡夜聊直播 当时非常触动我的画面 那他们带领了4000名卡农 一起在普尔体育场品鉴咖啡的画面 非常正好 就是说你已经有了这个咖啡豆的烘焙的记录 局限了对吧 对 在现场尝试一下烘豆子啊 这个直接拉开就开始烘焙了 对 下豆 对 然后看他开始记写 嗯 然后这个还有一个这个脱水时间相对对吧 对他现在帮你区分阶段 现在是脱水阶段 啊 然后就是梅纳德反应 啊 就是发展阶段 啊 然后这个试试温度 5个暴胜以后 他就倒数计时 嗯 1分40秒下豆 那这个模式那是全自动的还是还是手动的 可以手动也可以全自动 哦就是可以调整的对吧 那在UME展台亲自尝试用了ROAST的小型全自动的样品烘焙机烘焙锅咖啡豆 那样品烘焙机的确是提升了烘焙师们的工作效率 以及减少了试错的成本 哎 对了 刚好那会是午饭的时间 他们还送了一个他们自己做的冰激凌 我就当成午饭了 那整个场地最野的最有个性的展台就在野生植物 是我觉得整个场地做的最有特点的展台 我喝到了他们和喜茶联名 然后用自家的燕麦奶做的限量的特条 那野孩子的周边也非常有特点 有贴纸 徽章 袜子 手提袋等等 我还拿到了他们自己DIY的一个手提袋 然后挂在自己的脖子上倍儿显眼 你是不是那个谁 谁 那个谁 是不是很野 够野的吧 嗯 感谢 感谢 你们这个袜子是男生穿的还是女生穿的 男女都可以穿 是吗 只要你穿就可以 毕党 我觉得这个适合你的风格 你就穿了好不好 跟你穿今天穿的这个感觉是一毛一样的 你看 可以 这个明显感觉更厚重一点 然后对 感觉好厚实 我们要过去那边了 好嘞 See you 等一下再偶遇 好 see you 像这么大的这个包装 这个咖啡桶上面会经常看到 5公斤的豆子会放在这 我是说只是想卖给咖啡馆 是想传递的是它很像面粉袋 然后猫粮 狗粮 米袋那种 是想给大家传递好咖啡就是日常的 这个理念挺好的 跟我们的理念有点像 咖啡不较之就是日常 对 这个就是这边的五酒精金酒做的 这个它叫winter sweet 哇 这个看起来就很漂亮 对吧 我觉得这个味道更适合欧美 不是可能不太适合国内吧 因为欧美人他们有的就是 特别欧洲人他们会加肉桂 什么之类 他会加一些香料在咖啡里面 就我们亚洲人的话喝饮料 更喜欢水果的 但是水果类其实做小甜水做太多了 我们希望会做一些这种 对 不一样的 那can box的特条winter sweet 是我全场喝到唯一一款热的特条咖啡 他们用了椰奶 然后上面撒了一点黑胡椒的颗粒 绝对是非常契合冬天的特条 我问他们说为啥不做点冰的特条 他们说预测天气失误了 本来以为上海这几天会很冷 他们就做了热的特条 结果没想到这一天天气非常热 一姐 今天穿的很好看 喝什么吗 喝手冲的吧 来到奥卡就要喝手冲 来 闻一下吧 算了 这样 闻到了 就是问你一下 这个机器好不好用 不要思考 我说句实话 家用者的话是可以的 对 家里去看的 上用的话不是很近 颜值啊 还是可以的 他半个地方在这上 好 感谢 那你们先喝 前几天去过奥卡的新的工厂 然后呢 这一次他们就把露营的这种概念 给搬到了陆家嘴的大草坪上 绿绿的草地 绿绿的奥卡 还有绿绿的泥 啊 不是 对啊 从从早上到现在磨了多少杯了 应该是四五十杯是有的吧 四五十杯 就我在这个奥卡这个展台 我看他们一直用这个来磨豆 它是有手动模式 然后有一二三四 可以用四个数据 这边是调粗细的 它的格子还是挺小的 这种小格子 我们来喝一喝这个冠军的咖啡 对 我也是突然看到那个银正的 正格的对吧 今年爱丽达竞标的水洗的标王 我去 有点贵啊 就这个 我不敢喝了 哎 这个一公斤要多少钱了 我们这一罐五十克是四百一十八 哇 这个太好喝了 真的是好喝 哎 爱丽达庄业真的 它这水洗太绝了 哎 你们的中文叫嘉福咖啡 因为这个buff它本来都有一种加持的 嗯 这一听就知道老游戏人了 这个 没事这个王者峡谷走一走 在咖啡buff尝到了他们的龟夏 听到价格之后 差点把我吓跪一下 喝起来呢 有点像水果花茶 但是没有见到正格 感觉少了点啥 现场见到了一个Hospresso 制作胶囊咖啡的品牌 那之前呢 没有见到过 那就去他们展台 他们也介绍制作了一下 那这个小机器呢 整体制作出来 比Nespresso的浓度要高一些 也可以用重复利用的金属壳的胶囊 那但是呢 制作的过程比较长 而且呢 制作之后 还要有几次卸压的过程 就是它兼容Nespresso 对吧 就是做完了之后 它需要这个卸压 卸压 说一下它里面压力有很大的 嗯 我们是工资在9到13吧 响三下 哦 它真的要一段来排气 今年依然还有很火热的咖啡比赛 那依然是奥特里举办的无声咖啡师的比赛 那他们专门有比赛的翻译 我觉得这个咖啡比赛非常有意义 让无声咖啡师也能够拥有一个属于自己发光发热的舞台 每年陆家嘴的咖啡节在这个地方都会有这种露营的这个品牌在 今年这个是纯黑色的 我觉得蛮酷的 他们叫这个all black unit 是叫黑色联盟 对吧 进来看一下 哇塞 感觉好酷啊 全黑的生活方式集合 你去露营的话就相当于是 你在大自然中的一个属于自己的一个温馨小世界 我觉得喜欢露营的人应该都是喜欢这样的一个感觉 很赞 so you came along today so you came along today so I can't remember oh that beautiful girl 哈哈哈哈 see i'm shooting right now i will send nico 对啊 对 今天第一顿饭啊 太不容易了 太不容易了 你看这个地老子饿瘦了的 这个 那这几天的咖啡结下来 让我感受到的不是咖啡结有多火 我反倒是看到了另外的一面 那近两年的咖啡结在国内遍地开花 越来越多 都非常热闹 那这也操面反映出来了 疫情过后的人们 对于外面活动的一个渴望 那看到三三两两的朋友 约着一起出来 那不管是喝咖啡还是体验线下的活动 或者是跟身边的人随便聊一聊 都是很不错的线下的体验 这两年由于疫情的原因 不少人沉迷网络 游戏 短视频 所以人们对线下的活动 以及外面的世界反倒有了更强烈的渴望 关掉电脑里的视频 手机里的游戏 那摘下耳机 找机会出来走走 那体验一些活动 或者是跟你身边的人小聊几句话 那真真切切地来体验一下 我们现实生活中的一些精彩 那可能现在大家还会时不时地怀念起 疫情前自由自在的日子 所以珍惜当下美好的时光吧 感觉到尽量太棒了 可不幸是 rewards 那么得的 但是爱吃 期待會兒